教育部规划公司立大学校内宿舍住宿补贴 将在16号向行政院报告相关的方案之后 现在行政院已经同意了 每名校内的住宿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 弱势生加码到7000元 一年估计需要将近28亿元 这将会由内政部的住宅基金来支付 而这项政策大约是27.5万名大学生可以受贿 相关的方案将会在下周四 行政院会来拍板通货明年2月上路 而根据教育部的调查 公司立大学宿舍有不同的收费 每个学期1万元以下大约占了有43% 1万元到15000元大约占了有38% 而每学期的宿舍费低于5000的 其实只占少数 不过学生的住宿负担已经大为减轻 我是戴力刚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